BNO就有很多傳言 我不覺得特別要跟大家說什麼傳言 雖然現在上議院和平權組織在英國內 都說要比現在17萬的BNO持有人是17萬 我們稍微...之前一兩個月還說15萬 這兩個月就是多2萬 你就明白為何會這麼慢 以前11、12人就拿到 現在6、7個禮拜拿不到 你想想它有多少人做呢 你多幾萬個應用 還有一些英國佬 就算你多1千萬個 都是用平常出口 最重要的是為何會多2、3萬呢 因為有很多留言 第一就是有人在爭取 包括上議院有英國人爭取 也有平權的香港人爭取 就是給BNO一些... 現在最新的說法 不要說是一個居留權 是一個upgrade版的居留權 就是給你們免簽證留5年 留5年你在這裡可以做很多事 留5年甚至你可以申請居留權 留5年 也有提及 是否在義務上要給所有香港人 有資格取得BNO的人 他們的BNO 當然有很多人不可 我認為絕對不可以是 人有資格取得就給他 一定要像美國人 要看你的微博、Facebook 看你過去五年說甚麼 沒錯 你們這些含家居 好像吐你六母蟹 在大埔聯儂牆 那兩隻含家居撕東西 給他們不止的收錢做事 GGMAC 他未必是收錢做事 GGMAC 那條臭蟹和那條老爺 那些就算他曾經拿過BNO 也不會讓他拿 很合理 是嗎 像我們這些 穿BNO的 吐你應該要給10個 現在甚至是要給BNO持有人的下一代 即是我兒子的下一代 都會拿BNO 但我肯定有空 我會寫信 去叫他劃線 一定要提醒他 過去有詆毀過英國政府 或者不支持保釋價值 是不可以讓他們去拿BNO 甚至你撐香港政府 就已經不可以 OK 很簡單 所以我仍然是這樣說 未拿BNO的朋友 合資格以前有拿過 盡快拿 我未跟林康正商量 看看我們什麼時候 比如下個星期 我昨天一說完這個大BNO日 吐你了 是超過一百個enquiry 不要再enquiry我了 也不要打電話給我 稍後我講得清楚一點 我少說一句 不要打電話給我 是whatsapp我 吐你了 我今早起床 我只是今早起床 miss call 吐了四十幾個 搞錯了 吐你了 是whatsapp我 我稍後才講這個大BNO日 大家定一點 不要因為留言 他說會給你們什麼權利 你們去拿 這些事其實暫時是很渺茫的 那個是想爭取而已 是不是沒有機會 我永遠都不知道 不過現在的確是多了很多人去申請 正如我昨天說過 一直以來 維持了十五萬多 是維持了幾年 香港持續十五萬多 突然間現在是十七萬八千多本 多了二萬多本 就是這幾個月 所以之前跟我們申請的朋友 是比較慢的 稍安無措 稍安無措 我講一下我們的大BNO日 正如我所講 在我們同學開始做BNO的時候 是說十四五萬 十五萬是維持了兩三年 到現在突然間是十七萬八千多份 我看回現在說十七萬八千多個 BNO holder 我不管你們的種種原因 為何不申請 我是找不到理由為何不申請 最簡單的就是 多一本護照 為何不申請 就是這麼簡單 先不要說會不會有其他的優惠 大家就不要 三天不買兩天 就找我們做BNO做BNO 為何呢 因為平時上來 其實如果有上來的朋友就知道了 其實平時一節五 我們都很緊張 準備要做節目之前要看很多資料 要做一些雖然看的 你們看的節目就不覺得 要做很多分場 要做很多起乘轉合的鋪排 事實上真的沒有空 跟你們去做BNO 因為現在BNO不是難做的 是煩的 OK 現在我上去網看 他現在已經說 要大約六至八個星期 跟以前的十一二天已經不同了 但六至八個星期是否可以呢 我都很懷疑如果突然間多了幾萬人 是的 近來是很多人是去搜尋的 我這樣說 66982429 WhatsApp我 如果你們想去更新你的BNO 或者換BNO 補領BNO 你WhatsApp我 我會將我們要求的資料 因為我們不是免費跟你們為公眾服務 我會傳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再確認時間 決定是哪兩天 就是27日和28日 27日和28日的星期六日 我想應該要不需要做兩天 只要做一天 做一天都可以 27日 27日星期六 個人視聴